粉色煙霧弥漫街頭群眾揮舞旗幟 世界氣候峰會Cope26舉辦前夕 西班牙馬德里掀起抗議活動 從空中俯瞰田中央巨大Cope26字樣 意大利藝術家同樣關切氣候危機 另外英國首相強生和小朋友 針對暖化議題有一場趣味互動 強生不改搞笑性格惹在台下哄堂大笑 小朋友的童言童語也引發腦力極大 沙烏地阿拉伯宣布每年降低2.8億的碳排放 計劃在2060年達成近零碳排的目標 連長期拒絕讓步的澳洲也罕見表態承諾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報告示警 即便疫情封鎖工業活動停擺碳排減少 但去年溫室氣體濃度仍破紀錄 COP26目標要在2030年實現減碳理想 光靠各國口頭承諾恐怕還不夠 TVBS新聞中不倒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